大家好,我是小雨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手。 本次来说,却不止于此,很多时候更像是一期又一期的追星福利,因为节目组总能解锁不一样的王一博,这部在最新的一期节目中,天妈又带王一博体验了新职业,在官博悬发王一博的时候,评论区出现了勇士,本次调侃道,胆子不小。 众所周知,天天兄弟在节目中不只是主持人,还可能是售货员,主播歌手,演员等多种职业身份。 最近,节目组带着大家体验全新的职业,沉浸式密室的NPC。 对于这样的节目主题,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,因为路透和预告一波接着一波,明场面也早都传开了。 从第一个消息出现时,观众就已经开始期待了。 对于王一博的粉丝来说,最期待的当然是王一博的表现。 再加上王一博本就怕黑,怕鬼,所以这一期的节目内容对他而言,也是一种挑战。 在正片播出之前,天天向上的官博,少不了要进行一系列的宣发。 从节目主题,到天天兄弟的表现,再到嘉宾的诸多画面,都会一一宣发。 其中,宣发老妖王一博的时候,节目组自问自答,为王一博的理想职业是什么? 然后给出一个答案,可能是开个赛车场当老板。 并且文案中的最后一句话十根俏皮,说如果真的发生了,那一定会天天爆满。 果然天妈很清楚王一博的受欢迎程度。 很快,本次前来围观,评论区热闹了起来。 虽然说绝大多数的评论都很有意思,但相较而言,还是热评第一更有趣。 我可以做老板娘吗? 在众多评论中,有的粉丝表示想去王一博的店里打工,还有说要去扫地。 但谁的评论都不去热评第一吸睛,居然想当老板娘。 面对这样的评论,粉丝忍不住调侃,只言胆子不小。 其实这样的评论是王一博你有粉的心声,把偶像当作自己的男朋友,自然会把自己带入老板娘的身份。 不过,话虽如此,真正能说出来,并且武道天天向上官博面前还能拿下热评第一的粉丝。 真可谓是勇士了,毕竟有贼心,没贼胆,尤其是在看到王一博本人的时候,所有大胆的想法都憋了回去。 就像粉丝前去接机,所有的喧闹声都在王一博出现的那一刻戛然而止。 王一博做老板,粉丝就想当老板娘。 如此大胆的第一热评,一时间,粉丝都被七所吸引,热读一声再声。 不知道王一博会不会看到,如果看到了,第一反应恐怕一定是粉丝最熟悉的金句。 换别人问你们,果然,天天向上总能给王一博的粉丝带来很多新乐趣。 不管是王一博在节目中体验的职业也好,还是节目外的宣发也罢,都少不了看点和去点。 吃瓜不甜,娱乐不断,感谢您关注。 缤纷娱乐秀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,请给中您宝贵的赞,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,拜拜。